接下来的观念叫做溶解度,我们未来会用到一杯水没有办法无限制的溶解糖,有一个限度,这个叫做溶解度,这个限度会跟温度及压力有关,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它,所以在一定的温度跟压力之下,一杯水只能够溶解一定限度的糖,这个叫做溶解度, 一定的温度压力下,定量溶解所最多能够溶解的溶值的量,叫做溶解度,它的表示法,这个是一般的表示法,就是一百公克的水有几公克,这里的水其实不一定是水,这个水指的是溶解,如果你是溶在甲本,就是一百公克的甲本,你溶在酒精就是一百公克的酒精, 但是因为我们国中基本上都叫什么溶液,水溶液,所以我们就是一百公克的水,然后能够溶几公克,这是一种正常平常的表示法,一百克的水能够溶几公克,我如果写二十五,就表示一百公克的水,最多溶二十五公克的溶值, 那么还有一种,所以一百公克的水最多溶二十五公克,一百克的水二十五克,就这样表示方式,还有一种,然后呢,还有一种表示法,是用饱和时的饱和浓度, 那我们再说,那么溶解度会跟温度及压力有关,所以你在讲溶解度的时候,应该注明它的温度跟压力, 不过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在一大气压之下做,所以我们就省略不写,但是你应该注明这是二十度C的溶解度,还是三十度C的溶解度, 还是四十度C的溶解度,你要注明它的东西,那么刚才讲过了,溶解度还有一个所谓用饱和来表示装满的, 如果已经达到了我最多能够溶解的程度,就叫做饱和浓度,饱和浓度,那我也可以用饱和浓度来表示我的溶解度, 但是它们两个有一个不一样,我们当然会提示你,没有装满就是未饱和,就可以继续溶,继续装,继续装, 那我如果达到饱和了,我这一杯水加糖喇赖溶掉,加糖喇赖溶掉,加到我已经不能够再溶解的时候, 这时候就说它已经饱和,而这个饱和是处在一个溶解平衡状态, 我们跑进去里面仔细看,会发现有糖不断的溶解,也有糖不断的沉淀, 但是溶解跟沉淀一样快,所以外表上看不出任何变化, 所以这要做个动态的平衡,就是我有继续溶解,我有继续沉淀, 但是因为溶解跟沉淀一样快,所以外观上看不出变化, 溶度也不会增加,也不会减少,这个观念,我们下学期会再提一次, 所谓的可逆反应的平衡,我们下学期会再讲一次, 目前有讲到所谓的溶解平衡,溶解跟沉淀一样快, 外观上看不出变化,颜色不会变深或变浅,甜味不会变浓或变淡, 要做所谓的饱和的时候,那么刚才讲过了谁会影响的溶解度, 叫温度跟压力,一般来讲固体的时候温度如果越高, 压力如果越小,溶解度越大,我跟各位讲过了, 温度跟压力通常是相反的,如果需要高温就需要低压, 需要低温就需要高压,所以固体通常都是温度如果越高, 压力如果越小,溶的就会越多,气力就倒过来, 温度要低,压力要大,溶的才会多, 各位买个可乐,要喝冰冰的可乐, 如果你把可乐拿去加热,你会变成什么? 糖水,没有气了,因为气就全部跑掉了, 汇报是另外的,你们就是喜欢摇一摇啊, 然后打开啊,碰啊,喷出来啊,那种无聊的游戏啊, 那个就是,当你在摇一摇的时候, 因为它的溶解度变小了,所以灌了很多的气会跑出来, 一打开,一压就把那水给喷出来, 压力变化的问题,所以呢,气体通常是相反的, 温度要低,压力要大,溶解的会越多, 这个是一般情况,但是会有例外, 课本上举了个例外叫做氢氧化钙, 当然不是只有氢氧化钙例外,还有别的玩意儿, 但是我们课本只教氢氧化钙, 所以考试也只考氢氧化钙, 敲敲敲倒过来的,它是温度越高, 溶得越少,这个表所显示的, 你就发现我们的氢氧化钙, 零度的时候有0.189, 高到四度只有0.141, 温度越高,溶得越少, 那么有些东西的变化很明显, 比如说你看氢氧化钙, 我们要做氢氧化钙, 零度的时候只有13.5, 30度的时候要45.6, 这个增加了非常的多, 可是盐巴没有啊, 零度的时候35.6, 30度才36.1, 加的并不多嘛, 所以有的会变化比较, 有的会变化比较明显, 有的会变化不明显, 所以因为氢氧化钙变化是明显的, 所以我们做实验的时候, 我们是拿硝山甲来做, 我们拿硝山甲来做实验的, 所以你就记一下, 一般的东西, 固体是温度越高, 溶得越多, 气体是温度越高, 溶得越少, 但是有例外, 谁例外, 氢氧化钙, 温度越高, 溶得越少, 这样就可以了, 这就是, 让你了解一下溶解度的状况, OK? Alright, 谢谢大家